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古德企业有限公司 古德珠宝的负责人陈明雪总鉴定师Michelle 来接受我们专访 Michelle你好 陈明你好 大家好 Michelle 当初是什么样的起情动力 会让你跟老公两个人想要一起出来创业呢 刚开始是结婚 然后先生接到了 就是他的朋友 然后他要接他们 就是三级用品的代理商 然后因为我先生他有电工的技术 他是要 因为他就是我们结婚 他要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跟先生就一起创业 真的 那你们怎么会想要把取名成古德 因为其实那时候其实是 想说以后想事业有拓展 然后如果有做外销的话 就想一个中英文名字音译都一样的 原本想的是Best 结果贝斯特都被取了 太多人注册了 是是是是 后来就想做古德 古德 古德也被人家取了 后来就变成Coud 那我后来算了笔画 然后呢就觉得Coud 古德又刚好符合我们的意涵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传承 是是是 所以觉得古德这个笔画好 越有文化意涵 我们就用这个名字 是 也符合你们的企业的一些想法 对 也是符合我们的想法 那美秀 因为你们 那你刚讲过先生是做三级用品 对不对 然后你们现在怎么会转型做珠宝 还有珠宝鉴金这一块 因为我先生做三级是他自己的职业技能 他的技能 对 然后我这些我的事业 我们公司有分好几 有分三个部门 那我的美术灯的部分 美术三级的部分是我现在负责的 我跟我的小孩 我们是做珠宝 珠宝 珠宝是我接我叔叔的事业 对 这是我自己 我叔叔给我的事业 哦 这样子 是借叔叔的事业就对 对 我是借叔叔 然后把他发扬光大 把他发扬光大 因为叔叔是做翡翠雕刻出身的 哦 是 那美术那你这样在成立这个古德珠宝这个部门啊 承接叔叔的珠宝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 刚开始就是其实珠宝这个部门最主要就是在推广 其实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叔叔他已经教我的一些专业知识 比如说我们玉石要怎么判断 这对我来讲算是得心一手的 但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我看过就是很多他想要来批货没有钱 真的哦 没有钱 那个是我自己没有问题 是我的客户有问题 真的 所以我有扶植一些单亲妈妈 我是免费把货借给他们卖 你也太佛讯了把借哦 对 我借给一些单亲妈妈 然后有一些家境有困难的 对 我是借货给他们卖 然后有一些跟他们交流 然后就是辅导一些比较困苦的一些子月妇女 一些单亲妈妈 让他们有一些income有些收入 那你不担心他们借了之后 他们赚了钱没有还你 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才会 我们才能那个 如果你这个人你不相信 信者 不信者不用 信者你才用 对 一定有一个信任的基础 但是我相信一个他有心要养小孩的母亲 他不会把自己的信用 把他搞坏 搞坏掉 对 所以其实单亲的妈妈 我看过有些真的是很有故事的 真的哦 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吗 有 因为我记得就是曾经有一位母亲 他跟他的跟他先生离婚 然后呢 他先生是高收入的 然后这个女孩子他家里其实兄长啊 娘家也是过得不错 但是他的兄长的收入不等于他的收入也不会养他的小孩 他先生的收入也没有给他很多的散养费啊 所以他的他常常入不敷出他必须要有有有够的资金才能养他的小孩 但是他的一些补助贷款啊低收入或申请不下来 所以呢他就必须要他就必须要另拼一些经济来源 对所以我会支援这样子的 哦所以你会帮助他 对我会帮助这样子的妈妈 是是是 那米萱那你们古德珠宝啊最当初应该说你们古德企业 最当初的经营理念跟核心价值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把美丽的东西有文化意涵的翡翠的武德 人意 人意道德一些玉的武德发扬光大 因为玉石在中国的意涵中国的华人世界里面 玉石他是有文化使命还有传承的 那个孔子说君子无故欲不离生 他代表的是一个君子的一个人意规范 然后他有一个精神价值 但是以前这是贵族带的有高 是一个身份的代表 对他是有高社会价值经济能力的人在带的 那我想要把这样子的精神普及化 对不能只有高收入的人 他才有文化嘛 对 我们一定我们要文化扎根一定是要让他普及化 所以我的起心动念就是要把玉的武德 中华的文化 还有父母对小孩子的期待 这个文化普及下去 变成高不可攀的东西要人人买得起 你要先求有再求好再求更精华 你要先让他知道就是说为什么玉他有这样子的文化 对 所以要把它普及化 让小孩子懂得这样子的文化 还有父母对他的期待 最主要为什么父母会买这样子玉事给小孩子 他对小孩子有期待 对 要小孩子要感念父母的一些亲情文情 还有父母对他的期待 这样小孩子他才不会变成社会的一些问题分子 我们都是活在父母的期待中长大 是是是 所以Michelle你们这个古德珠宝你想要把这个玉的文化 玉的那个武德传播给每一个人 希望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玉 然后了解玉 然后就是用比较亲密的价格 因为坦白说真的很多人对玉很喜欢 但是在我们印象里面就玉啊翡翠这种是高高在上 好像遥不可及 对 大家想要去接近他 但是又很怕 就价格太高不好入手 所以你是说你们会提供比较平价 但是好的品质 然后消费者接受 我先慢慢的喜欢玉 然后慢慢的了解他 慢慢的我们这些玉的文化啦武德 他也会生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对 哦 是 我们是最主要就是要让客户先求有 对 再求更好 再求更精华 是 对 好 那Michelle 因为今天你有带几款你们的玉吗 对不对 而你们的玉是不是都特别有含义 我觉得那个造型各方面是特别有含义 那我来介绍一下 好 像这个猫头鹰呢 他是用缅甸的翡翠 老坑翡翠 正阳绿的翡翠他去做的 是 然后我们在这个系统平台上 N开头的系统平台上有贩售 猫头鹰代表的是智慧 开智慧 你如果说给小朋友 配戴的话 他就是开他智慧 对开他智慧 小朋友会特别读书 你有没有看我们以前看卡通影片 猫头鹰是不是戴了一个博士帽 对对对 博士都是博士就是 博士都是猫头鹰 不会是其他的鸟 所以猫头鹰就是让小朋友开智慧 开智慧 正大光明的意思 对 然后这个是和田白玉 和田白玉 然后他配了那个就是和田的碧玉 那像这个有一个爱心 对 我现在两颗 我放在一起 这个有爱心 然后他有一个无事牌 这是心有福田 我们要 懂这种含义 对他有心有福田 我们要有爱 对 然后才能种福田 是 我们要心有福田 把这个福气传给下一代 对 然后平安无事牌 就是祈祷 祈祷你平安无事 健康的成长 事业平顺 是 对 然后这个 这个竹节呢 这个竹节 这个竹节就是 节节高升 君子要虚怀若果 虚怀若果 然后主是空心 所以我们要虚心起教 虚怀若果 然后也是送给朋友自己佩戴 让自己的事业 事业 然后工作呢 节节高升的意思 对 所以都是有含义的 对 还有含义 然后我们这几年有开发 黄金的商品 是 像这个 这个黄金的商品呢 这个是 算盘一想 黄金万两 你送给朋友自己佩戴的话 都好有意义哦 对 轻松赚钱的意思 是是是 那这个价位都是 非常的 平易近人的 哦 你就是想要大家好入手 对 然后有很好的意涵 很好的祝福的意思 是是是 那美雪 那你们古德珠宝 它未来的一个短期啦 中长期的规划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 现在我们新北的办公室 快要成立了 现在在装潢 然后就是方便 就是平台商的服务 还有服务 就是做售后服务 有一些北部的客人 他们需要一些维修啊 那比较中长期的规划 比较中长期的广 比较中长期的计划 中长期的计划就是 我们一样 大的据点、大的城市据点都有我们 我们的服务、办公室、我们的营业据点 全台湾就比较大的限制 六都至少六都都要有 对 但是我可能如果说是台湾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中部、南部 然后再是比较大的城市 像一些国际大城市 我们会想要有 应该说最长期是希望国际化 每个大的全世界大的城市都有一家古德珠宝 但是我们已经有跟那个国外的系统平台 他们是做礼贞品的部分 已经跟他们有在做合作了 我们已经合作三年了 他们是做全球五百大企业的礼贞品 我们已经有在做他们员工福利点数的部分 那最后想起Michelle 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对创业都有自己的梦想 有自己的一些规划 有自己的一些创意 如果说他们想创业的话 那米萱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创业其实 万事起头难 那创业 刚开始我是觉得 年轻人要创业你要想的很长久 因为这是一个 长期看战的 你会 包含创业你会遇到了 人力 财力 然后就是一些你行销的部分的问题 那最主要的就是你的收转金够不够 万一你的 创业的初期你的收转金不够 那你不就开始负重吗 那你要做一个长期的抗战 然后你的专业知识 足不足够 应用于 未来的市场变化 像这几年 那个 疫情 疫情这么的严重 对 周转金不够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一些 突发状况 没有办法解决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的 你的 你的 资源 有没有 办法去 去 应 就是 去 对应到你 遇到的问题 如果说 你的资源没有办法解决你这些遇到的问题 那你的企业就会没有办法顺利的发展下去 所以第1个 你的资金要充沛 再来就是 你的专业知识够不够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你又 没有办法 去处理到你公司遇到的突发问题 硬变能力 硬变能力 也是要培养 是 然后你的专业知识 有没有跟得上时代 有没有随着时代的潮流 在不断的更新 对 所以像 现在 这几年的行销 行销方式都是 很大的改变 所以你要没有跟得上时代 你如果没有跟得上时代的话 那可能你的 业绩就会 行销 就会差 差人家很大 差同业很大 那你就被市场淘汰了 对 因为现在是资讯 知识爆炸了 资讯爆炸的时代 你不要说 没有进步 你站在原地 就已经是乱退步了 对 你没有往前走 人家就很快就被淘汰掉 是啊 所以 所以你没有 你的那个专业领域 还有你的行销方式 都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话 你就不进则退 对 是 现在很高兴邀请到 古德企业有限公司 古德珠宝的负责人 陈敏雪 我们的总鉴定师 Michelle 来接受我们的转访 谢谢明雪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